第十日晚 快被大家认出并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 梅尔离开了酒吧 根据重庆神报记者拍摄的视频和图片 梅尔身穿深色外套 黑色裤子和灰色帽子 坐在椅子上 听着一位歌手在唱《穿越大海见你》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在马云湖小明 高级副总裁和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这段视频和照片确实是重庆第十日晚 在第九阶的酒吧里 晚上十点多马云来了 他们在晚会上有六个人 没有提前定位 直接进来了 梅尔走在中间 他一进来 梅尔就看到一个居民歌手在唱歌 他自言自语地说 重庆有这样的酒吧 进入酒吧后 马和他的档点了啤酒和五种四川风的小吃 梅尔不喝酒也不吃 但喝了一些白水 一边和朋友聊天 一边听歌手唱歌 梅尔还下令三首歌曲 Cupid飘扬过海来见你 和旧情人 但因为梅尔太有名了 很多人很快就认出了梅尔来到一个光影街坊 并给他敬酒 但都被工作人员礼貌地拒绝 梅尔大概停留了一小时左右 然后离开 知情人士还透露 梅尔脸上挂着笑容 对每个人都很友好 梅尔有保镖陪同 消费量约1300元左右 有趣的是 梅尔没有选择Allipay付款 而是刷了银行卡 上游新闻重庆神报记者了解到 这条可以喝咖啡或啤酒 属于一个安静的酒吧 会有歌手在唱完 据Allipay官方微博消息 Allipay对此作出回应 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免费的 应该受到尊重 员工也不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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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